这个男人几天没吃饭了 忽然一只巨型螃蟹跑了过来 下一秒却掉进了温泉 等到它被噴出来 螃蟹居然被搞熟了 这么大个蟹腿 我都想尝尝啥味道 可这又是哪里 地球可没这种变异生物啊 原来这里是一世界 而身为科学家的老马 意外发现了一块远古化石 但上面却有打火机的痕迹 他顿时相信 肯定是有人时空穿梭了 于是老马带着哥们和学生小美 利用自己发明的时空机 穿越时空 一阵天旋地转后 三人掉落进了时间漩涡 从一片荒漠中苏醒过来 但他们发现时空机居然不见了 可令人震惊的是 这里不仅凭空出现海盗船和飞机 就连月亮都有三个 他们还在不远处 发现了一只胆小的人员 人员被吓到逃走 三人连忙上去追 结果却踩中陷阱 掉到了满是骨头的巢穴中 就在他们拼命安抚人员时 几条藤蔓忽然抓住他们 将四人掉在了半空 还没来得及反应 突然就出现了只霸王龙 猛的咬断了头脉 他们抓住时机火速逃跑 跑到半路小美还不忘 让哥们停下来跟霸王龙合个招 你呀的命都要美了 排歌卓想证明你事 他们争奔夺明 抬着狭窄的石桥 跑到对面山头 见霸王龙不敢过来 老马嘲笑他 脑子只有核桃一样大 谁知霸王龙忽然停住 他居然听得懂人话 下一秒 他一个猪跑起来 轰的就跳到了他们脸上 人龙追逐开始下半场 他们跑进山头 终于躲过一劫 老马又接着嘲讽 不亏只是核桃大的脑子 这龙真够蠢的 谁知山洞忽然晃动 霸王龙居然送了颗巨型核桃过来 以此证明自己的智商 尽管逃过一劫 但更多的威胁 正不停向他们袭来 一只巨型蚊子飞到男人肩上 嘴巴插进脖子吸起血来 接着他爬到后背 居然把自己吸成一个大包 男人脸都白了 他猛地晕倒 巨型蚊子就被直接压爆 隔天男人醒来 后背的蚊子包比脑袋还要大磕 几人继续冒险 来到一片荒漠 居然看到了两只恐龙在掐架 就在他们开心吃瓜时 恐龙纷纷看向他们 玩球了 几人被追得弱 老马跑起曲线走位 觉得霸王龙肯定会赢 老马接着跑路 就在要被恐龙发现时 他装起模特雕像 试图骗过恐龙 结果下一谋 好在老马伸手不凡 又一次逃过一劫 他刚躲进车里 两只恐龙又来了 趁着他们还在掐架 老马见识再次逃开 他走在满是小龙的垃圾场里 发现了一罐冷冻剂 他集中生智 直接将冷冻剂扔进恐龙嘴里 下一秒恐龙结成冰环 被成功KO 谁知恐龙爆裂开号 居然在他体内 发现了丢失的事情 结果一只翼龙飞来 居然将时空机给带走了 这下真是头都大了 接着他们找到一座遗迹 像奥特曼变异的蜥蜴人 就在要被重虫包围时 身后出现一道水晶门 里面居然是片虚无空间 还有指挥说话的蜥蜴博士 他表示 自己一直在守护这个世界的时空 可现在时空出现混乱 很快会有一批蜥蜴恶人军团袭来 但要是有老马的时空机 就能阻止战争爆发 随后蜥蜴博士利用水晶装置 找到了时空机的位置 这里是火山口 时空机被一龙放在龙蛋之间 可脚下是滚烫的岩浆 哥们和人员立即装死不敢去 只好老马亲自上场 他踩着石壁捏手捏脚地躲开一颗颗龙蛋 好不容易拿到时空机 身后的龙蛋却忽然纷纷破裂 无数只翼龙宝宝破裂地出 老马给吓得唱起了安眠曲 试图把他们唱睡过去 殊不知这个方法还真成了 所有龙宝宝都昏昏睡去 老马挤人好多天没吃饭了 忽然一只巨型螃蟹跑过来 下一秒却掉进了温泉 熟黄蟹就此新鲜出入 这么大个蟹腿 我就想知道是啥味道 另一边小美拿着时空机 无意打开了一道传送门 她走进神秘洞穴 忽然出现一道全息投影 里面西蜜首领警告她 西蜜博士其实是大反派 可下一秒 西蜜人忽然出现 拐走了小美 老马等人发现小美失踪后 也来到了洞穴 却发现正在巡逻的西蜜人 居然挽起了办公室练情 还把皮都脱了 接着老马和哥们穿着西蜜皮 回到了遗迹 此时小美被困在笼子 面临着镜珠龙的威胁 老马见识不妙 立马脱掉西蜜皮 直接跳到了笼子上 他和哥们大玩配搏 将守卫全都丢进了熔岩之中 此时西蜜博士出现 他拿着时空机 表示将会大肆侵略地球 接着放出霸王笼 准备将它们全部火吞 只见老马拿着跟长棍 一个助跑猛的起踢 直接就进到了霸王笼肚子里 小美哥们都傻了 拳脚过后 还是西蜜人抓住 接着哥们举起人员 像拿着工程锤一样 直接撞进西蜜堆里 忽然霸王笼再出现 老马居然骑在了龙背上 他指挥着霸王笼 成功灭掉所有西蜜杂兵 这怎么就化敌为友了呢 看来是老马被霸王笼拉出来后 还解决了霸王笼的便秘问题 由此便结为了盟友 等候几人找到准备利用时空机 入侵地球的西蜜博士 老马冲上去 直接将对方摁在地上打 可动静太大 一颗水晶从装置上掉落下来 摔成了碎片 时空通道开始变得不稳定 要是时空门被关上 那他们就永远都回不去地球了 可这时哥们却抓住西蜜博士 将老马和小美赶紧逃离 表示自己在地球无亲无故 还不如留在异世界陪着人员呢 老马没有办法 只好带着小美回到地球 而哥们则回到了人员的部落 这只人员居然是国王 后宫家里三千万 枫叶炮王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失落的大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